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一下 给大家再唠唠 今天是两个看上去比较相似 但是完全是相反的 不能说相反吧 其本质和处理措施完全是不相同的两种疾病 一个是瓦尔道胆脂瘤 一个是真菌性的瓦尔道炎 这是一个瓦尔道胆脂瘤的病例啊 这个是一次彻底清理以后的定期复查 这个患者应该是前年吧 19年啊 19年的时候在全马下处理过 当时已经瓦尔道完全被胆脂瘤组织阻塞了 在全马下清理了 然后每年去年清理一次啊 今年清理了一次 这是第二次复查了 是个孩子啊 这个 也不是特别小 青少年啊 一个十多岁的一个青少年 第一次堵满的时候 确实疼得受不了 在清理过程当中就采用了麻醉 后期的话 为什么要定期的去每年做这种清理啊 就是为了避免再次阻塞 因为瓦尔道只流到目前为止啊 因为它是一个瓦尔道皮肤字节功能的一个疾病啊 目前还没有药物或者是措施能够去恢复它的皮肤字节功能 所以只能靠后期的人工的 刻意的手动的清理 它的瓦尔道的骨脂啊 上古时的外侧臂 包括这个骨膜上其实都有一些损坏的痕迹啊 它这个亭骨表面也有一些这种狡化的组织的堆积 这种日常的清理就没有刺激性 相对的来说要小一点 但是处理到亭骨附近也是很不舒服啊 用药水浸泡了一下 把骨膜周围的啊 一些残余的少量的组织再打扫一下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清骨表面的这一点最后再拿掉 因为看着很不好看 但是因为当时炮的时间比较短啊 听股是我们传导声音的时候啊 对这个呃 一个传递像链自行车链条一样的啊 所以比较敏感 那这次我就没有再去强行的去处理 也怕造成了这种骨膜的这种损伤 就没有强行去去 非要去把这个这块东西拿下来 嗯 等到下一次多一点的时候呢 稍微再弄会好一些 因为它太少了 去清理的时候整个是贴近 离骨膜操作太近 这是一个啊 万尔道丹指流的复查的处理啊 这种是需要终身啊 去手动去清理的 它这种一层一层的薄的东西会不断的产生 每个人这个产生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这个呢 是一个啊 普通的 呃 真菌肝片啊 虽然外观上猛一看 跟前面那个很像 但是 它是真菌导致的 它自身的皮肤 并没有啊 功能上的问题 是因为有真菌的这种病原体导致 骨膜上也是一层啊 这个清理就要比单着流那个要简单的多啊 相对的容易 然后清理完了以后再使用抗真菌的药 多数病例 绝大多数病例啊 经过这种治疗以后 后期再把原有的生活习惯啊 改掉 自己盲目的乱掏耳朵啊 长期的佩戴耳塞啊 就是这些有利于真菌 呃 进入和滋生的这些条件改掉以后 大多数人是不会再有真菌的出现 这个就跟单指流在本质上差别非常大了 啊 单指流是跟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关联 它这个是外道皮肤本身的实 这个呢 呃 很多人自己有的时候也能从耳朵里清理出来啊 或者家里的人啊 喜欢这个自己动手的这种啊 经常能从耳朵里撕扯出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干片 而且生长速度会发现几天以后又是一层 这种就在大概率时间考虑有真菌的可能 当然这个不绝对啊 因为每个人对这个这个大片的理解不同啊 你看到的大片未必就是我说到的这种啊 最终是与不是啊 还是要通过内镜下的这种观察 这种大片的覆盖的范围啊 有一些在上面直接会有点状的这种菌丝的痕迹 写下来啊 撕下来 这股膜表面还有一层呢 弯到丹指流也可以有啊 非常像的这种啊 因为丹指流形成的那种角化层 也可以是一层啊 一层皮的那种 有时候也发黄 完全堵塞的那种 弹指流形成的角化层是发白的 这个像洋葱或者是珍珠 珍珠层的这种啊 骨膜表面这点也是通过啊 碳酸清纳第二页浸泡用 在骨膜上做操作格外的小心啊 前几天看到有个朋友留言 说像是在气球上切东 切什么 切东西好像 当时我觉得这个比喻真是不错 骨膜的这个韧度跟普通的这种吹大的这个气球有一点点像啊 它就有一定的抗张性 让你的力量大了 这个就容易碰一下 慢慢从骨膜上把这一点啊 掀下来啊 然后再把抗真顶的软膏啊 整个打进去 覆盖上啊 就避免后期的这种滋生 然后一周以后再打一次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四再见 对험asion